那我觉得这种东西是 你没有办法改变的 旁边就站在保安 是不是在台湾没过好啊 就是吃不饱吗 回来狼吞回暗的 我老公说 就是因为这些黑心的人 他们可能不懂什么叫轮回 他们不懂什么叫报应 所以他们才敢做出这样的事情 现在糖醋鱼还蛮快的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菜 还有一个什么羊肉 哦沙茶羊肉 等一下 这个沙茶羊终于来了 我们都要吃完了 你看那条鱼都是没了 今天没想到鱼还挺快的 往常都等鱼等很久 嗨大家好我是阿丹 讲坊吧都是开关系 就是我每次回这个沙洋 就是台湾亲号回来 我都会看到一些留言 就会问我说的 阿丹你觉得你现在 在回去大陆的话 你会不会有一种不适应啊 就是不习惯的地方 今天的话呢 我就是想了一下 我列出来这个三点 我觉得有一些 是我完全真的没有办法适应的 我也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当然我也有可以改变的 那部分 那么其中这第三点 我觉得真的是 跟生活息息相关 哦就是 你真的很难去避免 尤其像我这种 哎呀咱留到后面说 先先说说这第一点 这第一点的话呢 就是无处不在的安检 大家跟着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看得到 机场安检 那机场安检的话 现在台湾我们坐飞机的话 是不是只有到那个 过了海关那边的话 就是有那个安检的部分 那里才有安检 对不对 在大陆不是 在大陆的话 是你一走进那个 机场的那个大厅 他就会给你画了一个区域 你要先在这里等一下 然后他们拿一个 类似于像纸条东西吧 就会在你的行李上面 拿这样画一画 就简单这样画一画 我挺好奇的 我这东西是干嘛的 我就在画一画 能代表什么 就能查出来啥吗 他们看一看 就可以通过了 我到现在倒是没有看到说 不通过的人 是因为什么不通过 这一步的话都可以通过了 然后呢 再来的话就是拖运行李 这些都是一样的 然后在里面再安检 那我觉得我最扯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像大家都看过 什么地铁里安检 对不对 然后像我觉得最扯的什么 我带我爸爸去医院 那个医院的话呢 那一次我去 是带我爸爸又去看这个 看脚 我爸爸说脚会拖着地走 所以带我爸去看脚 我爸爸去年中风 在那边住过医院 但是他走的是另外一个门 那一边的话呢 就没有安检 这是在去年我回去的时候 那今年我回去的时候 那个门关起来了 不让走 我们就走了另外一个 就是大门 到了大门的话 我一看 我说医院要安检 然后呢 就是把这个什么 你的包包什么的 都通过那台机器 要过去 你知道吗 我觉得大家看过我影片的朋友 一定有印象 我有拍到医院要安检 我说妈 这也要安检了 我还有小念叨的一句 你知道吗 但我觉得这种东西是 你没有办法改变呢 旁边就站在保安 你要不安检 你就不要过呀 对不对 像那个地铁里面的安检 你不安检 你就别过呗 别坐呗 是不是 你能跟他怎样 占人家炒吗 我就不要安检 我又没带毒品 没带什么管制的东西 我跟人家炒什么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真的是 没办法改变 当然我觉得很扯 就是 我都不知道在医院 能安检出来什么 带炸弹吗 就是 因为地铁我知道 可能不让带刀啊 什么之类的 那你说你在医院的话 去住院的人 很正常会带刀 需要水果呀 所以这个是 没有办法改变的 但在说后面两点之前 我要说一个是 我有办法改变的 申哥前一阵来沈阳 不是实现了一个 我妈的愿望 然后把我们家 北屋的那个床垫 给换成了A妈床垫吗 然后我想说 那 女婿都这么 这么优秀 这么主动 那想说 女儿别落在人后 是不是 然后我想说 把我爸的男屋 我也给他换上 那到货了 咱一起去开箱 在这里 到了到了 然后一样都买了 保洁垫枕头 还有这个 我刚才一不小心给他 好像把这个带子划破了 它现在已经在膨胀当中了 有没有听到声音 我刚会的 放床上去 我给大家看下 它这边是独立桶 然后这边是 剂棉 五层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支撑度非常好 我爸感受看看 怎么样 很好 很好 这跟咱家的床垫一样吧 北屋也这个床垫 生哥给你买北屋的 我给你买南屋的 够意思不 够意思 给台湾女婿点赞 台湾女婿 别光给咱们买呀 回去给你老婆买一个 行 回去给我老婆婆也买一个 老婆婆也是妈 对不 对呀 爸的枕头 我爸的肩膀厚 他应该用一样 他应该用这个型 是不吧 厚度型 你回手把那个枕头把递我一下 我给你们看 妈这里边这个 那天给我妈看了 我妈那枕头就拆了 这是三片的吗 他这是三层 你那个不就拆了 拆了一个最薄的吗 对呀 这厚度我爸应该正好 我爸愿意睡高枕头 要不然把你那片塞这里 那太高了 是吧 这样三片其实够了 因为它支撑度好 你看那个脑袋都不塌下去 看到没 对呀 抗扰动这个功能 就是我爸爸下床啥的 不影响我妈 你看我这么摁 他那个一点反应没有 那当然了 然后我爸爸 我是喜欢他这个什么支撑力好 你看他那个什么身体曲线 他是符合人体工学的吗 这个叫 这个的话我原本想说 咱家以后搬家钱 我再买这新的 后来我一合计 这都有把手 搬钱也好搬 爸我把这保洁垫 再给你装上 那天我姑娘 坐那喝饮料坐床上 一下洒了 可乐 然后马上就把这个扯下来 一点也没 没那什么 没深透过去 他这防水的这边是 这防水效果太好了 你看 这妈这塔利贷 咱家那用一年了都没送 看这边是防水的 你光你就咱就说 这颜业的总计哈 嗯 这只棒都可以 一分钱一分货这么说 但他这个是这个价格里边 妈性价比最高的 这我都比较过了 嗯 铺上 妈除了这个保洁垫之外的话 这一层 妈这一层都能拿下来洗 这可以积洗 啊 这层透气的积洗就可以 我这个床垫呢 我是相当为满意 相当满意 看出来你满意了 我就给你再把男五换了 德国Emma是知名的欧洲品牌 全球已经热销超过一千万件 像这个床垫的话呢 已经是我家的第五张床垫了 像我们台湾的话呢 我们家有三张床垫 也是Emma的 然后呢 我爸妈家这两张 等于说我一共是五张床垫 那为什么喜欢这个Emma呢 像我妈妈最初她喜欢 是因为扰动的这个状况 像这个我爸爸翻身呢 包括我爸爸晚上起夜很多次 我妈妈以前就是 都会受到这个打扰 我觉得睡眠 其实是一生当中 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因为人生啊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是在床上度过的 所以说你有一个好的睡眠品质 真的很重要 晚上的睡得好 白天的话呢 无论你是工作学习什么的 都是效率都会提高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什么 身心等于说 得到了一个完全的放松 然后呢 像Emma床垫的话呢 它支撑力是足够的 我很喜欢它 你就感觉说 从背到腰到身体 只要你接触到床面的话呢 它都是符合人体工学的 非常放松下来 如果你对这个Emma床垫 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这个实体店面 去体验看看 它有试堂 我觉得Emma对他们自己 这个品牌 是非常有信心的 它也可以体现在说 他们这个床垫的话呢 有100天免费试税 这样的活动 并且有10年的保固 然后呢 全台免运费 到府安装 真的就是 足够有信心 才敢做这样的活动 对不对 才敢做这样的体验方式 点击资讯栏 Emma官网链接 官网活动 早鸟双十一 最低五折 使用阿丹专属优惠码 再打九折 要买要快哦 说真的 这是我回到台湾来了 我给大家一步步讲 这其中第二点就是 对居住环境 像包括我给我妈妈家 都换了这个Emma床垫 是因为我在台湾 我真的睡Emma床垫 我睡习惯了 它那个支撑度什么的 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真的我觉得说 好的东西 真的会让你认床 生哥去谁要的时候 帮我妈妈圆梦 就把我们家北屋的那个 因为我妈去年 在从台湾回去的时候 我妈就说 这要是能在那个 把咱家 那个不知道能换不好 我说好嘞 我说给你问问 能换咱就给你换一个 我妈就说想换北屋的 想说我妈妈北屋 那个都换了 因为我们没有在家的话 我爸我妈可以分开来睡 然后一任一个房间 然后我就想说 北屋都换了 我爸那个房间 我是不是得给我爸换一个 我就给我爸换了 那其实我也有点小私心 想说我下次再回沈阳的时候 我就可以睡到A门床垫了 然后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能改变的 我尽力去做 就像有的人说 不是说什么土豪啊 什么这样的 这样的话 我就说 能花钱来改变的事情 阿丹愿意这么做 那这样的也可以 让我爸妈睡得舒服 也可以让我回去的时候 真的也可以安心睡觉 好睡得更舒服一些 这个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 我之前跟大家聊过了 就是我同学这一部分 我同学这一部分的话 现在我回去 就包括我同学 我有发朋友圈 就是说我到这个 重庆去玩什么的 我朋友的话就给我留言 高中同学男生 就跟我留言说 回沈阳吗 我也不想撒谎 我就说回 然后我回到沈阳之后 他有联络我 你在哪呢 出来吃个饭呢 说实话就是 因为一吃饭的话 不可能就是我们两个人 就会是好几个 我们原来的同学 我真的觉得说 有时候 就像上次 我跟大家分享的 有一些话的话 真的就是 怎么我说的 你听不懂 你说的我听不懂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就感觉说 不是在 没有交集的 不是在同一条平行线上 真的你很难去聊 所以那一次的话 我就说 家里有事什么的 我就搪塞了两次吧 我的朋友可能也知道 说我不想参加 然后就没有去那个聚会 这是我觉得说 第二点 那我能 这个我也能改变 那我就说 尽量少跟他们接触 就是微信上聊一聊就好了 真的 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吗 我说坐在那吃饭呢 我还得装小鸟胃 要不然他们觉得说 哇塞 这大胆在台湾吃不饱 这回来这么一顿吃 你跟同学在一起的话 就会有拘谨 我总觉得说 哇塞 我不能表现出来这样 免得被他们念说 你是不是在台湾没过好 就是吃不饱吗 回来狼屯回案的 然后在那边还装小鸟胃 其实我还没吃饱 这个就是 我改变的步骤的话 就是尽量少去这种 人多的 因为人他们人就他们人一朵 我跟你讲 就听他们在鸡里挂了鸡里挂了 在讲这些 根本我觉得不是事实的事情 我要是反驳的话呢 就是一个一个的 他们就会跟你就是 哎呀人多事重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然后想说算了 这种就是聚会的场合 就少参加这样 然后这是我觉得第二点 第三点 刚才我不是说 我觉得很难去 去 他生活当中随处可见 也很难去避免 就是因为 像我 我说什么呢 是只吃的 大家都留言说的 大陆都是科剧 有狠活 不要吃 就是不吃我吃什么呢 我不都每天 勤勤恳恳的在家煮饭 然后想说回去的话 也带我爸妈去改善一下 他们的这个 平常在家里煮饭嘛 出去带他们改善一下 那还是要去餐厅吃 那我也只能尽量选说 比较知名一点的 比较大一点的餐厅 看会不会减少这样的几率 路边的东西 我已经没有再吃了 你看我拍影片的话 大家有看到 我在路边卖东西吃吗 包括我这一次的话 跟我好朋友去高雄去了 去那个哈尔滨 然后哈尔滨的话 那条中央大街 那是旅游的一个 一个著名的景点 哈尔滨的 然后就是上面 他那边的话 有卖很多很多吃的东西 我不是给大家拍到吗 我说我天哪 我这一拍都是 就像夜市一样 一摊挨着一摊 那他那个的话 就是整体有规划的 我看他们工作人员 就是都穿着一样的制服 有在卖什么 章鱼啊 烤章鱼啊 什么就东北的一些 这个小吃你知道吗 很多摊呢 哎呦 都有二三十摊吧 我一个都没吃 我就想说 这样小摊子的话 可能真的 我不是在影片里面 我也跟大家讲 我说哎呦 我说别找这麻烦 麻烦哈 万一在外面吃坏的肚子 怎么办 就是你对旅行来说的话 就很不方便 对不对 其实的话就是我知道 就是越是这样的 小摊子的话 可能科技 因为很活的含量 就会更高了 他可能比餐厅的这个 就是这个什么 力度更大一些 然后我想说 尽量不要吃 我老公说 就是因为这些黑心的人 他们可能不懂 什么叫轮回 他们不懂什么叫报应 所以他们才敢 做出这样的事情 就是你吃到肚子里的东西 为什么我在看那个什么 就是有时候看到 一些什么报道 几岁的小朋友 就得了什么 这个病那个病的 这个癌那个癌的 什么胃癌什么的 你说几岁小朋友 得这种的话 是不是很难得 但是现在真的是 癌症的话 就是越来越趋于年轻化 然后小龄化 为什么 就是因为 家长可能想说 小朋友喜欢吃 就每天吃一个吧 小朋友爱吃 就给他吃 我真的发现说 在网路上很多 卖那些吃的 真的让我看到之后 我想说 这也敢给孩子吃 我跟大家讲 我买过一次 在谁啊 买过一次烤肠 就是在那个 网路上买的 我想说 用那个气炸锅 给我炸来 给我女儿当早餐吃 买回来之后的话 我一切开来 我干脆不敢吃 我连我们家对面 那小狗狗都不敢喂 全是香精的味道 它长得 就是大陆叫香肠 其实跟台湾那种 不太一样 长得挺像香肠的 你切开来之后 里边全是淀粉 跟香精的组合 你完全看不到 一点点都没有 那个肉的那个纹理 都没有 所以这种东西 谁敢吃呢 所以那一袋的话 我就趁着我妈没看到 我悄悄扔了 要让我妈看到 我扔了的话 我妈想说 这浪费 但你真的有东西 你敢吃吗 我一打开一看 就知道了 然后算了 然后我就没有 再买那些什么 想说给我女儿买什么 这些吃那些屎的 你知道吗 然后像我说 这个食品安全 这一块的话 真的 没有像我在台湾 这么方便 什么24小时的便利店 然后像什么 你可以挑选 就是我可以选到一些 我觉得说 吃起来又健康 吃起来没有什么 太大负担的 这样的东西 或者是说 有品牌的 然后你很清楚的 看到这个什么 什么成分 什么之类这些东西 就是也有 但大陆也有 但你真的说 跟台湾这个比例来看的话 相差很多 像我之前分享过 我原来很爱吃 很爱吃的 一家蛋糕店 然后呢 在我来了台湾 几年之后 我兴冲冲的 回沈阳的时候 兴冲冲的 然后去那边再买 买给我爸妈吃 我以前的话呢 是每个都买10块钱的 我大概会选五样 一次买50块的 我就说 这个学山面包 什么的 学山 然后就给我来 10块的 蝴蝶苏 10块的 然后我都这样讲 那次的话 我兴冲冲的 冲进那家店 很多那家店 然后就是 你没有办法 进到店里面去 可能就是一个 柜台这样的 就是玻璃窗这样 然后你站在外面选 然后我就选 这个我一样 这个10块 那个10块 我那次在吃到以后 我就说 哇塞 这味道 这跟台湾的 也差太多了 这以前在我心目当中 是很有分量的一家店 就是你懂我的感受吗 就是你吃起来的话 你就可以闻到 很严重的那种香精的味道 没吃过的朋友 我可能会被骂 就是被那种说 你又在黑大 黑家乡 怎么怎么样 但是他没吃过这种 就是你在台湾 可以买得到的 跟再吃这种 你要有对比过之后 才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你真正骂我的人的话 因为你没有来台湾 吃过这一些 那我也欢迎骂我这些人 你准备好骂我这些人 有机会了 等在开放旅游的时候 你真正来到台湾 你随便建一家店 我敢跟你讲 都超越那个 就我说的那个谁 就是那家 很著名店的 连锁店到哪里都有 哪里都有 我不说人家名字 哪里都有那个店 就你懂我在说什么 我不是说在这胡说八道 为了讨好台湾怎么样 咱就遇到什么事 实话说什么事 当然 哪里都有好有坏 我觉得大陆的话呢 有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部分 但是呢 大陆要学习台湾 或者是说学习 其他国家的 一些什么 人文素质啊 等等的 学的东西也要更多 我们都学习 别人好的地方 才能进步 是不是这样讲 我是这样讲的 就是把这些事情 分享给大家 那我也再次说 哪里都有好有坏 比例问题 好了 那这就是阿丹要分享的 就是我这么多次回沈阳去 然后 尤其是疫情后 几年没回去 突然间一回去 哇 不像原来我每年都回去 可能觉得 就那个差距感 还没有那么明显 尤其是这次 我隔了四年没回家 这四年期间 就让我习惯了 更适应 更脑海里的记忆的话 是把这个台湾这些东西 全都记忆在我脑海里 包括味觉 包括各方面 突然间你再一回去 沈阳 我的天哪 真的感觉说天差地比 那种冲击感 可能是没有这样 跟我来回这样 有对比的情况下的话 没有那么感受 没有那么强的感受 咱也不是说 一定要对比什么 但是我就是在这样 来来回回 走来走去 是不是 你说我不对比 也很难 就比如说 我吃到这东西 我说妈呀 这可真没有说 我家附近哪个哪个店 或者说我常常爱吃 我说 这真就没有那家蛋糕好吃 所以说就会有 这样的一个感受 所以我今天就拿出来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你呢 你有去吗 就是不单单说去大陆 譬如说你去日本了 譬如说你去欧美了 你有没有什么这种 感觉很冲突的 有强烈的这样的 让你觉得有个反差感的 不管是你觉得是 日本的好 欧美的好 还是说台湾你觉得好 欢迎大家跟阿旦一起讨论 好了那今天到这了 喜欢阿旦影片的朋友 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明天再聊 拜拜